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吉祥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间好心情 本期目是由玛丽和佛光山佛光会 共同为您制作 我是主持人一心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 华严寺的新任 见识妙目法师 欢迎您妙目师父 业心吉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吉祥 欢迎师父谢谢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恭请妙目师父 来给我们做一个最新的开示 今天呢 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是在佛教重塑的佛陀里面 这个故事就叫五家共有 那这个故事 佛陀跟我们讲 有一天呢 佛陀跟他的弟子就去到 巧撒罗果的社会城去弘法 在路上面就看到有一位叫做喜乐的商人 那喜乐呢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非常信仰佛法 而且非常喜欢布施 不管在村里面需要造桥的铺路呢 或者是建一些寺院 甚至帮助一些孤儿 贫穷的人 种种的慈善事业 他都是非常精心尽力去做的 因为他一直都非常钦佩 敬仰佛陀的位的 今天能够在路上面看到佛陀 佛陀的向好庄严 当然非常的欢喜了 所以他就把自己胜上所有的音乐 珠宝供养佛陀 佛陀也非常慈悲地接受他的供养 而且会他说法 佛陀说 对于世界财物的拥有 每个人的态度 还有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的 大致来说 可以范围两种 第一种人 对于自己辛苦赚奶的钱财 不但自己很省用 一点一滴都会把它存起来 甚至对于他的父母 太太 孩子 奴婢 亲戚朋友 都非常舍不得给他们 经过几十年之后 他的财务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增多 反而减少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们要知道 钱财是身外之物 是五家所共有的 第一个 一场火灾来 就什么都烧光了 当然没有了 第二种 就是遇到谁在 淹水的话 你的房子啊 你的金银财宝也会没有 第三种 就是给国王或者一些贪官所拿走 第四种 就是给那些强盗土匪所夺走 第五种呢 就是一些不孝子孙 把你的财产全部都用光 这一类的人 他非常用心去把他的钱财都储存起来 但是在他要命中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待久 一分一毫 那另外一种人 对于钱财的处理 就显得有智慧呢 他对于辛苦占来的钱 他非常喜欢布施 不但对于父母 妻子 他的孩子 还有奴婢 甚至亲戚朋友 他都非常乐意去给他们 那对于贫困的众生呢 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帮助 同时呢 他也非常恭心 供养三宝 努力几具出世间的福德 贼内的人呢 当他灵命中时 他因为非常喜欢布施 所得到的功德 让他能够升到天上 再享受一种很大的福乐 对于世间的财物 你们应该时时刻刻 要懂得舍离 要知道能舍才能够得 你们应当学习 喜欢布施 培挤出世间的福德 喜乐 还有弟子们 听到佛陀的开示 都非常开心心开意见 那学习刚刚那个故事 佛陀跟我们讲 有舍才能够得 我们一般都会念 舍得舍得 但是做呢 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明明是我的 为什么我要舍去 我才能够得到 我舍去就没有啦 怎么会能够得到呢 其实刚刚从佛陀 拿个故事 因为这个喜乐的商人 他很喜欢布施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得到的一种快乐 不使用金钱 所能够得到的 那所以我们常都说 我们心中要富有 心中的富有 不是说你有多少的钱 或者说你的银行 多了几个年呢 然后你就非常的开心 我们心中的一种富有 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我们有那种感恩的心 有一种结缘的心 有一个慈悲喜喜的心 惭愧的心等等 都是我们心中的一种财富 对于外在的财富 金钱上面的不适 因为你舍 你愿意去帮助别人 让一些受到帮助的人 能够得到一种快乐 我相信不适的人会更快乐 一心里觉得对吗 对 师父您说的正好是我们一个古语 就是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是的 所以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间 我们自己得到了 其实您刚刚说到财富 物质上的金钱 银行上的存款是一种财富 财富不止一种 生活中间 平常跟人相处之间 这个欢喜的心 这是一种财富 人们就说 性格决定命运 所谓性格 就是说 你跟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我们舍而得来的 有时候性格坏 性格好 好的话就是说 你会愿意去舍 所以说 心有舍后有得 我觉得这个 好像是横骨不变的那种规律 所以佛陀讲的 有舍才能够得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舍 就是外在的财富 那其实我们师父 一直跟我们讲 我们要心给 就是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喜欢 给人方便 这个给呢 你能够给 就表示你富有嘛 对 所以我是一个富有的人 我可以给 我是一个富有的人 说我愿意去舍 不管是有形 或者无形的财富 我觉得都是 让我们能够 解更好的善缘 更好缘 对 师父 我的感受的话 就是 我们平时有时候 给人一个信息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个好的言语 其实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但是增加了 你想要很对 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 上个礼拜六 我们普门中文学校的朋友 庆祝Halloween这个节日 然后他们装扮之后 然后来到床关 每一关呢 我刚好在哪一关呢 我们就要小朋友念出四给 然后他们就用中文 讲出这四给 然后他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不要说 他讲完之后可以给糖果 不是这样 从他们来中 很用心去学习 讲出这四给 他们从小有这种的讯息 他就会知道 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 对 看起来我们好像 就是讲师父吉祥 或者是说 讲一句 我们给他糖果 他得到糖果 他也换取 我们给他糖果 我们也换取 所以这个给 是一种双方都觉得 非常快乐的事情 对 好 非常感谢师父 今天的故事很有意思吧 我相信我们听的朋友 也会同意这一个 但是呢 要践行起来 可能就是要一点一滴的 不停的不停的 去提醒到自己啊 不过确实也是 这种舍 你不来说 马上舍去那么多东西啊 我很舍不得啊 这样子 对 那你可以慢慢 一点一点 我相信有一天 你就会舍离了 应该要舍离的东西 对 我突然就想起 有一次呢 我就跟一个师姐讲 你知道冬天之前 一定会把衣橱啊 整理一下 有什么要捐啊 有什么不适合穿的 都送去 收旧衣服的中心 他就很开心 有天跟我讲 师父 我腾出一个空间呢 有些衣服是 我穿不下的了 有些我从没穿过的 或者说已经过时了 他就很开心 我终于腾出 很大的空间 我说很好啊 对啊 我就是听你讲 我们说要舍 有才能够得 我说你得到什么 我得到一个空间 又可以去买衣服了 我说 你从中舍得 是这样子诠释的 所以就是一个 跟大家做一种分享 这样子 对对对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分享故事 就到这儿了 那请问师傅 我们最近佛堂的 有些什么活动 可以介绍给咱们呢 在这个礼拜天的 11月5号 就是一年一度的 药室法会 我们会领送 药室金 还有礼拜 药室如来的圣号 然后大家可以 上网去登记 或者是亲自来到 我们道场这边 看看你要点个 药室灯呢 琉璃灯呢 还是如意灯 好 非常感谢师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了 如果你有更多的 需要的话呢 请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7212882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难懂得给别人最富有 我贪图给自己最贫穷 给自己容易 给别人很难 没有了播种 怎会有收成 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给是人间色险的开始 不畏抚名雕鱼 不畏获得回报 不需要一点酬劳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得懂得不自应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是你我有情姻缘 给让人们好运能缘 Zither Harp 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给是人间和谐的开始 不畏抚名雕鱼 不畏获得回报 不需要一点酬劳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得懂得不自应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是你我有情姻缘 给让人们好运能缘 Zither Harp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得懂得不自应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是你我有情姻缘 给让人们好运能缘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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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